如果照他們這種報導能夠成真的話 我覺得像金正恩大概已經死了八百遍 這就是西方媒體一種無聊跟低級的做法 就是你認為用唱衰的方式 就真的可以把人家唱衰掉嗎 有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嗎 你說現在西方的這些政治人物 也一樣在度假啊 怎樣 他們都死了嗎 然後他們都中風了 他們都不見了 中國大陸的這些領導人在北戴河聚會 跟你們這些西方的政治人物去度假 不就是一樣的事情嗎 如果習近平平安無事出現的時候 這些媒體究竟要怎麼講呢 又說這是一個看起來很真的替身 這長期來就是這樣講 好 接近我們要特別來關心的是 近期在網路上可以看到許多 對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比較負面甚至不利的一些消息跟新聞報導 在同一時間我們也看到 是來自於大陸的求是網 人民網還有新華網多處也刊出了 題為持續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相關的文章 這當中我們看到作者是軍中的第二把手 叫做軍委的副主席張宥霞 在這個特別之處在於他的文章第一段開中 特別提到了一些名詞 他特別三次提到要支持習近平 像是要深入學習貫徹黨中央 習主席決策的部署 還有習近平強軍思想為引領深入實施改革 強軍戰略推動國防軍隊建設高質量發展 還有奮力實現建軍一百年奮力目標等等 那我們看到另外在對照近期 中共其實內部自己在人員上面有非常多的異動 我們先來看到幾個比較大的異動 五大戰區中其實就有三大戰區的司令員 在近期進行了一個調動 這是來自於星島日報的報導說 原任北部戰區司令員的共軍空軍上將王強 他調任為中部戰區司令 但是官方還是沒有真正公佈他真的去向在哪裡 另外是前南部戰區的司令員 這一位是王秀斌的去向也同樣是不明的 我們從張宥霞的最新發言一直到軍區的整個調動 剛剛看到兩個調動比較大的 外界說法有很多 我們先請張靖老師來給我們看 您如何解讀這一些種種發生的事情 我想先從張宥霞的發言來講 2024年7月18號 這個中共共產黨中央 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這個二十屆三中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是現代化的決定之後 然後在7月22號經過正式的千層的程序 以及這個就是完善修稿之後 這個正式公佈全文 那就帶動了後續的所謂這個中央的宣講 以及教育學習之中 那這個中央的要員就編了這個編組了中央宣講團 這個中央宣講團 張宥霞本來就是那邊呢 在其中的成員 他最主要是負責對於解放軍的 各個的幹部之中的宣講 那在7月29號的時候呢 他先呢自己率先提供了宣講 而且呢跟的另外一位軍委副主席劉衛東 同時啊這個召見了這個解放軍裡頭 領選的10位的啊 就是這個到各基層部隊的宣講員 當天在八一大樓啊 他做了這個有關相關的就是啊 剛才我講的那份文件那個決定第14章啊 這個透過官媒官網媒啊 以及相關的這個新華書局 以及各種的學習教本 然後做了相關的宣講 除了八一大樓是主要啊 中央軍委的各個的幹部之外 還有啊連線到176個會場 總共有7500位啊 解放軍的重要幹部啊 同時參加了宣講 那這裡頭最主要講的是 就是剛才那份決定的那份 政策文件的第14章之中的 第54點55點跟56點 我相信啊大家回去啊 參與相關的資料都可以看出來 他宣講的內容是什麼 那他當然自然會講的啊 提到這個習近平 那我也知道大家有很多啊 這個自從習近平啊 這個上台以來 這個就是有關習近平啊 身體出了狀況又是病危 各種謠言啊 到現在已經有時機起了 但是呢這個 把把都讓大家失望 那張又俠呢 這個就是說 嚴必稱啊習近平 而更加證明 習近平恐怕是春秋頂盛 身體健康大概沒什麼問題 否則的話 萬一有什麼政策不對的話 他也不用啊 就是說按照政治倫理 他也會啊 如果是重複啊 那份政治文件之中的相關的內容 所以他提到習近平 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 那未來的這些啊 繼續的教育跟宣講的活動 還繼續啊 中央宣講團 還有各個的教育活動啊 都會去 比較有趣的就是香港 香港以前都是中央宣講團去 但這次也是特首李家超 自行啊 就組織了這種啊 就是啊 學習啊 這個三中權威這份決定的活動 所以啊 香港的政治化文化 也有很到很微妙的轉變 至於你剛剛講到 這個是就是中央 這個就是說 這個解放軍啊 上將接的這幾個啊 就是軍務 就是 對這個幾個我們稱之為軍頭 或者指揮官司令員也好 這個其實 中部戰區的黃明上將 已經到啊 調到北部戰區啊 去接任啊 這個司令人 然後那個南部戰區是 吳雅南啊 這個 這個上將呢 接任 這個就是鐵打的銀盤 流水的兵 這個就是這個指揮官司令員 政委調來調去 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要知道 這個所有現在啊 在那邊去謠傳 就是說幾天嘛 不露面 好像又被整住又是如何 各位啊 中國共產的體制啊 是經得起查 這個前段時間啊 才公佈 所有審籍以上的幹部員啊 這個啊 在啊 那一屆啊抓了八千多 對不對 從上這樣抓 我們啊 在這邊啊 這個經常這個案子辦不下去 是因為辦不上去 但是中國大陸哪有說辦不上去 連周永康 對不對 政治局啊 這個就是啊 政治局啊 常委會的這個委員都辦了 對不對 那政治局 政治局委員也辦了一堆人 對不對 所以沒有說辦不下去了 所以 上將間 那真是抓了一箩筐 所以 今天有一個人啊 幾天沒露面 然後呢 我們在這邊啊 已經有很多的 所謂的我們這個有 國防部有一個智庫 那個烏龍院啊 曾經就有一個所長出來 又是斷定啊 這個誰實施那個實施 結果呢 他斷定那個實施人 他升了國防部部長 所以我就講說不要幾個人啊 幾天不露面 我們就在那邊各種啊 放訊息 你知道這個體制啊 雖然啊 我必須要講 那個貪官啊 真是啊 多到啊 這是你難以想像 但是他是經得起查 也辦得了人的啊 一個啊 共產黨體制 嗯好 張靖老師從這題字來幫我們破除很多的謠言 不過這個張又霞這次寫這篇文章 之所以受到高度的關注 也是因為這當中有不少海外跟西方媒體做解讀 就是好 他們說這就是要回應近期針對習近平主席的各種傳聞風波啦 那有什麼傳聞 其實具體就是有不少人指出說 習主席已經公開沒有公開露面好一段時間了 他們認為這件事情並不尋常 那也有媒體報導說他中風 是由他的這些替身來出場 還有說法說習近平主席他的親信啊 外出都不提他的名字 那有一些宣傳的話 也都把他畫像給特別拿下來了 那八月初其實有兩個星期 通常中共的新舊領導人 會齊聚在某個地方來做聚會 這個是北在河在這邊做聚會 也會比較少露面 那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這樣子相關的傳聞 包括針對習近平的身體狀況跟政變的傳聞 委員怎麼看 這就是美國跟西方媒體 長期來的一種無聊跟低級的做法 就如果照他們這種報導能夠成真的話 我覺得像金正恩大概已經死了八百遍 我們不曉得幾百年前就已經聽到金正恩是死了 然後來的都是替身 那麼照他們這種報導 現在金正恩應該是個克隆人啊 金正恩早就不見了 但金正恩還活得好好的 然後他們現在炒作不了金正恩 就開始炒作說金正恩的位置可能不穩了 金正恩要傳位置給他的女兒了 什麼金正恩看到了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侄女還要 還要這個必恭必敬的打招呼 這就是西方媒體一種很無聊跟低級的做法 就是你認為用唱衰的方式 就真的可以把人家唱衰掉嗎 有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嗎 那更不要講到像Russ說的 你說現在西方的這些政治人物 也一樣在度假啊 怎樣 他們都死了嗎 然後他們都中風了 他們都不見了 對不對 連該反應的時候都沒反應 這些政府都癱瘓了嗎 沒有啊 他們就是去度假了 所以中國大陸這些領導人在北戴河聚會 跟你們這些西方的政治人物去度假 不就是一樣的事情嗎 這有什麼好揣測的嗎 不過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北戴河就是說 一地辦公制度2003年胡錦濤上來 這個2003年7月19號 透過人民日報已經講了 就是說未來五大班子啊 就包含中共中央 國務院 人大 政協 跟中央軍委 這五大班子已經不一地辦公了 所以這個就是在中國大陸裡頭 只有1953年到1965年文革開始的時候 有一地辦公 文革之後一直到1983年 趙紫陽去那邊巡視完之後 一直到2002年之後 還有在做一地辦公 但是從2003年之後 只有邀請專家學者去休假 但是五大班子 中央五大班子 已經沒有北戴河 一地辦公這個制度 所以我們現在經常會聽到 這個有些那個輪子媒體 經常這麼講 北戴河會議如何如何 這些連最基本的 這個共產黨的基本運作 嘗試都不知道 所以造出了謠言 也就實在品質很差 所以我接著講 我覺得像西方媒體 之所以會做這種 那種個人很無聊的想望的 跟期待式的報導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美國長期以來 不就幹這種事嗎 美國對於它這些 敵對國家的領導人 它通常的操作模式 就是扶植國內的反對力量 然後發動政變 把它不爽的這個領導人 給推翻掉 這是美國長期以來幹的事情 不是政變就是暗殺 所以西方的媒體 長期以來習慣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才會做出這樣的推論 我要強調就是說 我實在不了解 接下來如果習近平 平安無事出現的時候 這些媒體究竟要怎麼講呢 又說這是一個 看起來很真的替身 替身啊 這長期以來就是這樣講 所以照這樣的說法的話 中國大陸有一大堆習近平的替身 北韓有一大堆金正恩的替身 真的是這樣子的嗎 這些媒體閒著沒事幹 去報導一下其他的事情就算了 不要每次都在琢磨在這種 莫名其妙的這種無聊的傳言 好 同樣一個問題 等一下我們也請教Russ 有關於西方媒體 你有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川普 他最近有說話嘛 美國時間12日晚間 他特別在社群平台X上面 接受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的訪問 我們今天剛剛有提到 那川普談到習近平 還有普丁跟北韓領導人的時候 他都說他們處於頂端 他們很強硬 他們很聰明 但是他們也很邪惡 他又說他們會保護自己的國家 但是呢川普說 我希望再次跟他們 可以融洽的來做相處 川普都不會隨著這些 未證實的消息去炒作大陸政變 或者是習近平安危 而是把習近平當作了對手 那如何看 我們請Russ來幫我們看 西方媒體的這些報導 您認為聚可信度嗎 首先我要回應委員 我要為西方媒體說話 其實很多這個垃圾新聞 是中國海外 異議人士的 YouTube或X的 很多是來自中國人 不是我們西方媒體好不好 但是的確是有 不管是西方媒體 或一些西方所謂的中國專家 他們真的是希望炒作類似的新聞 跟台灣專家一樣 有很多 台灣專家根本不了解台灣 你可以點名嗎 我不敢 你知道的 的確是如果習近平或其他的高層 不管是軍方或政府官員 不落面幾個禮拜 就會有類似的新聞說 有政變 有身體健康的問題 中風啊 對 對 這是常常會有 而且是來自於我剛剛說的 部分是來自於海外異議人士 那部分也是來自西方媒體 但是都是我認為是中國人 不是我們西方媒體 你好幾個禮拜沒有上環宇 大家正在搖傳你中風 還是先放假 製作單位的錯 那有關川普在接受Musk的訪問 他的說法 其實他對外交的概念是非常激大 不管是俄羅斯 中國或北韓等等國家 他認為拜登太軟弱 too weak too soft 那他自己認為他是自己非常strong 所以他在外交議題上批評拜登的時候 他最常會說 拜登 is too weak 然後這些國家 不管是俄羅斯 北韓 中國 都會占美國的便宜 那川普自己認為他自己非常strong 所以他認為在面對這些strong leaders 自己也要很strong 美國需要一個很strong的 leader 所以這是他常常的一種說法 剛剛羅斯有幫我們說到一些報導 是不一定是西方媒體 可能是海外的異議人士 我們大家觀眾朋友會持續的來關心 除了在經濟上跟礦產上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 就是這種戰略經濟 軍事上面的一個策略 而一份是來自於美國的報告 特別顯示說中國大陸非常積極的 在他的海上絲綢之路 沿線大量的建這一些港口 取得使用權 並且說對這些港口 採取兼具經濟還有軍事的用途 比較知名的幾個戰略之典 我念幾個就好 東非的吉布地 緬甸的小漂港 還有柬埔寨的雲朗基地等等 那現在就來看說 前凱港也沒有可能成為 這樣子的一個重要的戰略的位置 大謙委員 美國政府長久以來就是一個雙重標準 就是當中國大陸在這個秘魯 建了一個前凱港 他就跳起來說這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因為在美國自己的後院 那你美國跑到了菲律賓去設四個基地 就跟中國大陸無關就對了 中國大陸就沒有國家安全要考慮 你美軍跑到了這個世界各地去任意 設置你自己的軍事基地 跟部署你的這個軍事設施 其他的國家就不需要考量他們的國家安全 這就是美國一個標準的雙重 這個標準的這種狀態 不過在台面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香山論壇這次整個開幕 那他有講說是張宥霞做這個阻止的發言 來看他怎麼說 他特別提到 各別國家始終抱持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 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大搞拉幫結派的集團政治 推行單邊主義 讓這個世界充滿了戰爭的陰霾還有人道災難 而且特別提到台海的部分 張宥霞也特別再次強調一個中國不可分割 而且再次也強調了解放軍捍衛的決心 那當然在這個第一次這個全體會議 就是說張宥霞講完話以後呢 就進行第一次的全體會議 大家也看到是邵一谷是第一個發言的這個代表 之前看到在大陸這邊包括了火箭軍 然後前防長這個出現了人事異動 所以大家也關注的就是 這次的張宥霞發言當中 會不會聽到一些什麼跟軍方相關的 特別是大家之前做文章的都是 習近平對於軍方的掌控 是不是還像以前一樣 老師您的看法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效的掌控 那第二個對於軍方的整頓 仍然在持續在進行當中 那我們看張宥霞這一次的這樣一個談話 他主要幾個 第一個對台怎麼表明北京方面的解放軍 在台灣議題上的底線是什麼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我們所想對美 怎麼樣來指控美國拉幫結派單邊主義 這樣一個意圖挑起新冷戰 第三個所謂的對外 怎麼樣他把俄羅斯的這樣一個中俄關係的強化 軍事安全戰略放在前面 然後才強調說實際上中美關係也可以來比照辦理 然後除了所謂中美關係 那中國跟其他周邊的國家 包括拉丁美洲這些後院他都一一點到了 第一個我們看到談話 那這一次應該怎麼來看 因為張宥霞出席的這一次 確實像靖哥所講的 這大概是過去的將近十年來 但是規格成績最高的 因為以前都是國防部部長 那這一次提升到所謂中央軍委 而且中央軍委還是第一軍委副主席 張宥霞第二副主席是侯衛東 所以這層級上是大幅度的提升 那第二個大家很注意到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這一次你剛剛提到的 當然解放軍裡面的有關 像火箭軍的二炮部隊 那當然目前為止應該還是在所謂的 整頓跟清理當中 所以我們看到說二炮部隊的司令 跟他的政委分別很罕見的 都有海軍跟所謂的空軍來調任 那第二個我們看到什麼 李尚福本身是本來是原來的國防部長 後來被免除的國防部長跟國務委員的職務 但是也沒有新發布國防部長 但大家看到什麼 前任的國防部部長 我覺得說魏鳳和 我看他大概很麻煩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9月28號習近平在出席 對 有關於建國74週年的國慶招待會 你去看看只要所謂還活著的 所謂的國防部部長 歷任國防部長從94歲的慈浩田 到達什麼 到達你可以看到說包括什麼 長萬全等等 只要活的通通都出席 只有一個最年輕的 剛剛卸任沒多久的前任國防部長 魏鳳和 他沒有出席這個方式 對 不在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說 從所謂的現任的部長 顯然是出了問題 而被什麼 而被拔關 前任的部長顯然應該也是有問題 因為他是二炮部隊出身 還在被調查當中 因此北京方面在選擇 新任的部長當中一定什麼 一定會做好必要的工作 總不可能一個領導人 連續任命的三位的國防部長 最後都出了問題 這對領導人的威信 這何其重大的損傷 所以從這個角度當中 我就解放軍的這個部分 應該還是在持續在整頓當中 因為習近平大概認為 第一 他還是能夠有效的掌控軍方 第二個 只有軍方長期有效的 這樣一個做好整頓 將來才有可能打勝仗的準備 沒錯 習近平軍權 確實還是牢牢在握 那剛剛吳宥老師 點到一個重點是 出現不出現 其實都是有那個美嘎在 這一次在香山論壇 也看到 就現在大家在傳 有望接任下一任的 國防部長劉正麗 他也出席在現場 而且這個安排 你說這個張宥霞 在發言之後 第一個安排 這個代表講話的就是 邵伊古 就是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正好就是剛才老實講的 中俄之間的這個合作 會不會更加的一個緊密 邵伊古當然也利用這個場合 那麼也看到他講了什麼 他特別批評了美國 他說美國的印太戰略 破壞東協的團結 還有亞太地區的和平 世界局勢 迫使俄羅斯調整對外政策 包括要加強跟東南亞國家的合作 那張宥霞在談到台海的時候 當然也提到了一個 就是說不論是誰想把台灣 以任何形勢從中國分裂出去 中國軍隊都絕對不會答應 也絕對不會手軟 那剛才吳葉老師有特別提到 從張宥霞這個發言 我們怎麼樣去看 就是目前大陸軍方 內部的一個狀態 邵伊古批評美國 當然這個不會讓人意外 可是現在我們綜合 在最近的這幾件事情 比如說美方在之前傳出 因為他提到了俄烏戰爭 所以美方之前也傳出說 希望烏克蘭能夠繼續的打下去 然後這兩天又看到 新任的這個眾議院的議長 Johnson他這個主導之下 通過了對以色列的軍援這個提案 可是卻排除了烏克蘭跟台灣 當然也引發了一些不少的討論 所以如果以哈衝突的這個短期式 沒有辦法這麼快結束的話 俄烏再拖下去 對於烏克蘭只會更不利 然後這一點你怎麼看 Roth 首先我要回應一下這個邵伊古 他說美國破壞東南亞的團結什麼的 其實他說這句話是因為 以前很多南亞印度或東南亞國家 是他們的客戶他們都會買俄羅斯的武器 那現在因為國際制裁或西方國家的壓力 這些東南亞國家還有印度 都不會再買俄羅斯的武器 而且他們都看到在戰場 俄羅斯表現不如於其 所以他們不會再買俄羅斯的武器 所以下一個 他是為了拉生意而說這句話 你覺得他是為了拉生意說的 拉生意 對 他要提醒這些東南亞國家 你以前賣我們的武器 還是你的朋友 你不用太依賴美國或西方國家 他是有這個動機 那你怎麼看葛萊伊這個說法 是不是也是政治考量 來 葛萊伊 我要講一句話 葛萊伊他不是葛半仙 對不對 而且他也明白 他說印太戰略這個部分 因為邵伊古強調 美國印太戰略是錯誤的 然後他說這個 對不起 剛才我已經講過 沒有人是習近平肚子裡的回蟲 包含葛萊伊也不是 他也不是葛半仙 那你怎麼看他的說法呢 我認為無論任何人講說 明天台海會打仗 不可以信 無論任何人講明天台海不會打仗 也不可以信 我們要有自己的判斷 自己的親收 我們今天有太多人在評論海峽兩岸 東一句西句 然後到了最後都搞不清楚 這Ross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在揭穿有一個騙子 一天到晚當作台灣的專家 然後解出來事實都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評論兩岸 這個事情的時候 招搖撞騙 騙徒甚多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也要看一下 我補充一下 我這段時候如果美國專家說 習近平不會V級攻打台灣 我們就要假設明天就會攻打台灣 這是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趙葛萊怡的說法對啦 他說習近平不會立即攻打台灣 然後對習近平來說 如果沒有辦法快速低成本 成功的親台 政治風險將會相當巨大 意思就是說 在攻擊台灣之前 他們必須要先考慮的是說 代價的問題 會不會負上極大的代價 好 最近我們要來關心 8月1號解放軍 就是慶祝建軍97週年的一個日子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在求是上面特別表示說 如果如期實現了建軍100週年 奮鬥目標加快 會把人民軍隊建成世界一流的軍隊 而談到世界一流的軍隊 其中一個指標 就是引領全球的空軍 要進入下一個世代的 第六代戰機的研發 將是未來要來特別做 關注的項目了 我們也來特別對照的是 美中第六代戰機 美國的空軍現在已經正式宣布 要來暫停第六代戰機 以及NGAD的研發計畫 而另外一頭呢 中國大陸的部分 是來看到的是 中國的西北工業大學 則是宣布 接下來研發出 可以用於第六代戰鬥機的 發動機的葉片 能夠耐受的溫度 達到了設施2400度以上高溫的 一個特殊材料叫做 泥河金 好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大陸第六代戰機 有了新的材料突破 另一頭美國卻暫停了 它第六代戰機的開發計畫 怎麼看這當中美中的佈局 美國是真的停擺 還是只是策略上故意示弱來誘敵呢 委員怎麼解讀 這個所謂的NGAD 叫做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us 這第六代戰機 大家對於這個規格 各國還沒有形成一致的共識 但大體上 所謂的NGAD 正式翻譯叫做次世代制空權 所以Air Dominus的制空權 這種戰機 當然五代的性能都要具備了 比如說什麼逆中 比如說這個AI等等 它真正的用途就是說 希望這個第六代戰機 能夠穿透一些防空網 一些攔截的系統 包括導彈 飛彈 或者其他的戰鬥機 要到達這種程度 這個當然是大家所設定的一個目標 但是目前還沒看到 它的各種引擎 材料 動力 等於是第五代戰機 等於全部再來一次那種概念要把它做出來 所以造價非常的貴 那這裡面要有很多的這個AI系統 跟材料系統的支撐才做得出來 那中國其實也在努力的時候 第六代戰機 只是中國並沒有講說 我第六代戰機應該具備什麼功能 那因為美國現在是找了很多的這些軍火商 希望到達這個標準 那中國其實也很努力啦 比如說習近平以前就講過 他期待的解抗軍 是照之即來 不是拖拖拉拉的 以前國民黨軍隊是要照之即來 講這一次等個老半天 軍隊都喊不來 來之能打 不是來了以後開始埋國造反 來之能打 打是必勝 那必勝就要有很多的制空權的優勢 制海權的優勢 甚至陸地上的優勢等等 習近平講說建軍一百年 這個人民軍隊 世界一流的軍隊 這個世界一流的軍隊 一定是科技化的 一定是高度密集戰術 他們更清楚這些 要求的各種規格跟標準 當然就是不能貪污 所以現在很多的大官 都被習近平給拉下來了 可是要支撐這種世界一流的軍隊 已經不是過去那種觀念 一定要有很龐大的科技系統 在後面支撐著 你像現在俄乌戰爭 烏克蘭就在這畫面 稍微吃虧了一點 他即使烏克蘭有 歐洲除了俄羅斯以外 最大的陸軍部隊 可是你科技化工業化的水平 落後俄羅斯那麼一點 你就沿路一直輸下去了 所以包括西北工業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等等 都非常的努力去開發各種 軍事上可以使用的材料 技術製造工藝都日益的精進 尤其是發動機 咱們中國的發動機 一開始真的是比較落後 我們不能否認這一點 我們做的雖然是俄乌戰 也在快速的趕中 可是要做第六代的發動機 又跟以前不太一樣 那個要求就更多了 因為要符合逆中的要求 我負責單發動力的要求 不能老是靠雙發動力來取勝了 那雙發動力的話 會使得戰鬥機的重量 噸位數一直在增加當中 現在大部分的這種 戰鬥機已經到了快要40噸了 再上去就快像一個大型 大型的一個坦克了 所以你要研發出一種很好的這種葉片 渦輪葉片 渦輪的葉片 本來過去用的重量都很重 所以帶動的轉速有限 現在發明這種用彌合金做的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渦輪葉扇在旋轉的時候 噴射出來那個氣體的高溫 動不動這幾千度啊 那這個時候他先測試出這個 尼合金可以忍受到2400度以上 欸對啊 至少每一樣材料我一樣一樣研究出來 那到時候我設計組裝的時候 我就有能力做出第六代戰機 那在材料科學方面 當然美國是比中國更早先發的優勢 他很多的合金材料 在研究室裡面都做得很成功 當然美國最大的劣勢就是說 他的製造廠是有問題的 你看波音飛機 你看那個還有最近出來的這個 美國的太空人還在天上回不來 就是都出在製造工藝的問題 所以現在中國跟美國 已經開始進入第六代戰機 起步的競爭門檻 那誰輸誰贏啊 可能再過三五年就看得出來 好誰輸誰贏 我們會持續來說觀察 剛剛其實委員也特別提到了造價的問題 目前來看 美國的NGAD是價格是F35的三倍 達到了3億美元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殲35的部分 只有5800萬美元 為什麼在尖端科技 中國還是可以壓低成本 它的主要優勢 或者是其他的秘密是什麼 院長 首先我要講一下 剛剛這個 其實對全世界對這個認定 不是很一致 什麼叫四代 什麼叫4.5代 什麼叫五代 什麼叫六代 什麼叫七代 還有一些認知上的差異 但是我上次看到一個 中國大陸的一個軍事專家 在一個很大的一個演講 他是很有名的 他有區分 他是一個做這個 戰鬥機研發的一個專家 還有分過 他說五代就是隱形 像你現在所有看到的 殲20 殲35 殲31 F22 F35 隱形的 就是五代 六代呢 就是這個隱形機 再帶兩個中程寮機 但這個戰機是有人的 這叫六代 什麼叫七代 這個帶人的隱形機的人不見了 也是一個戰鬥機 帶兩個 這是七代 這是他說的一個 這是我聽得到 比較確切的一個說法 那至於你說像他這次 兩個都叫做六代 一個是三億 一個是五千八 差五倍啊 對 不太可能 我的直覺就是 他的兩個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不可能說兩個 我們做一樣的東西 可以差到五倍的價格 那美國不是 這不是 抄襲這個 這個詐騙集團嗎 那我再仔細看看就是 其實他還有一個東西要考量 就是他的量產 像朱瓦特建 你現在去問 朱瓦特一艘多少錢 那貴的不得了 你怎麼會造這麼貴的錢 因為他原來準備造三十二 現在只造了三艘 所有研發費 你知道是多大的一筆錢 你全部攤在這三艘 他價值得當然很貴 但如果他造的是三十二艘呢 然後再賣給盟國一百五十艘呢 那個價格會 立刻的急劇的下降下來 所以量產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至於你說 像中國大陸的 我一直在觀察中國大陸 為什麼 他的國防能夠發展這麼快 我得到了一個觀念就是說 它是產官學一起來 這是很厲害的 所謂的產 就是產業加它無人機 它是全國多少無人機公司在發展 我們台灣要靠政府 要靠政府去撥款 這就完全是不一樣 它是靠人 民間的這個去 第二個呢 他還有一個學 他有國防妻子 最優秀的人 曾在大學 研究所 博士 他就一路上來 所以中國在做這方面 不缺人才 那再加上政府支持 所以他這整個下來之後 他的量購 他的參與度也都高 所以他的價格會降下來 然後品質可以追得非常之快 我覺得這是中國成功的 最大的原因 記住 做不到產官學 三個結合在一起 你很難說讓你的國防自主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到現在海上 這個中國大陸的第三艘航母 福建艦的近期 是在進行的第三次 比較低調的海事 我們來看到的是 來自環球網做的報導 出現的衛星照片 特別來看到的是 福建艦在渤海海市的區域 出現了數艘的共軍軍艦 好 特別來關心到細節 這個當中包括了三艘的 飛彈驅逐艦 兩艘的護衛艦 還有一艘呢 是目前無法確認型號的艦艇 環狀的分布在半徑20公里左右 形成了一個標準的 航母打擊群的航行隊型 這一次福建艦的海事 剛剛提到的是非常低調的嘛 所以我們也來看到是 葫蘆島的海事局 最近的一次發布的航行警告 就是在7月22號的 早上6點到下午4點 這10個小時期間 在渤海的部分 海域進行的軍事演習 根據了衛星照片來看 福建艦的海事 進入了編隊的試航階段了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們也想要來了解 剛剛說了 這一個官方公告的軍事演習 時間是10小時 這麼短的時間足夠福建艦 來操演他的艦載機試彈射嗎 如果不是操演這個項目的話 可能又會是什麼呢 紀元總編怎麼看 其實福建艦這次第三次的海事 出乎大家很多意料之外 特別是意料之外 就是時間居然這麼久 那我們知道這次海事 它的這個時間 就是距離現在來講 幾乎已經到了二十幾天了 那原本它估計 它發佈的各種海上的幾天 到24號為止 但截至目前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也有新的一些操演的科目 那也就是 剛才講的一些衛星相關的一些訊息 發現 周邊有很多護衛艦群 包括驅逐艦 護衛艦 但是不是在做所謂的編隊操演 我個人認為可能比較不會 因為畢竟福建艦還沒有服役 那目前處於一個單艦的海事階段 而這些護衛艦群 它不是做編隊相關的訓練 它在做什麼呢 我估計其實可能是它要做某些 可能比較敏感機敏的一些操演 當然以渤海海灣的北部海域 我們就會直接聯想到 會不會和艦載機起降 特別是降落比較有關 畢竟遼寧省的新城基地 離這個海域大概不到100公里 而新城基地對於解放軍海軍來講 就是艦載機它相關的飛機 進行陸上訓練的一個基地 它基地裡面設有這個陸上的滑藥 飛行甲板 那普遍認為 基於說彈射 電池彈射相關技術的相關測試 還有進行飛行員的實飛 這個基地應該也有電池彈射系統 作為這些艦載機 未來要上艦之前 在路上的熟飛 包括各個程序 還有相關技術檢驗 因此普遍認為這一次這個福建艦 在這個海域進行一個 感覺警戒很嚴密的一個海上的測試 極可能會和艦載飛機的降落有關 但我說的降落它並不是說 直接就降落在甲板上面 因為眾所周知目前福建艦 它還沒有配備這個燃機鎖 因此它的降落系統目前是不完整的 因此它最可能的可能是進行所謂 這個觸艦重飛 英文叫做touching and go 就是它進行落地航艦的降落 飛機這個路輪觸及甲板 然後再緊急再拉伸 再起飛 對 作為說熟悉這些艦載飛機 這些艦載飛機或許包括殲-15 試驗中的殲-35 試驗中的空頸-600 作為說這些飛機 要適應福建艦這樣的一個甲板 它的大小 它的樣貌 進行這個落地前的各種姿態的調整 還有落地程序的熟練等等 那這個都是作為未來艦載機 在這個福建艦上面降落的一個 這個經驗和技術的儲備 我認為最主要可能的是 進行這樣的一個程序 至於說彈射起飛 我認為目前還不太可能 OK 畢竟福建艦出航的時候 就目前所看到的 或之前所訊息所披露的 那這個航空母艦上面 好像沒有配備這個實際的真飛機 那之前有看到幾個飛機的模型 全尺寸模型 或許是主要是作為在甲板上或機庫裡面 機型調整 調配之用 因此就目前的現況來講 那電池彈射起飛 應該還沒有落實上去 嗯 好 電池彈射起飛 應該還沒有辦法 那現在可能已經練習到的是 艦載機的降落 這是總編幫我們帶來的分析 我們持續看到說 除了關心剛剛講的這些驅逐艦 跟護衛艦在它的旁邊之外 這個來自於這個 香港巴士迪報的報導也說呢 福建艦海事水域東北方 大約100公里處 也出現了空警600預警機 那大陸的社群網站 也傳出了一整組的照片呢 都顯示福建艦海事的時候 尾部可以看到出現了 紅綠藍三色光斑 網友就推測 這個是不是就是空警600 在和福建艦在一起演練起降呢 空警600小檔案 我們也帶觀眾朋友了解 航程1250公里 可以搭載KLC-7 路演的原型主動向位陣列雷達 我們看到現在福建艦加入了空警600 是否就等於完成了從 增收一直到打擊整個擊殺戀 有了空警600 福建艦戰力會比另外兩艘 山東艦跟遼寧艦 因為他們沒有搭配空警600 還會更強嗎 漢婷怎麼看 實際上 這個福建艦在不具有空警600 本來就比遼寧艦跟山東艦 還要來得更強 第一個當然它的盾位更大 所以整體的戰鬥力 本身就比較好 第二個就是它的電磁彈射技術 相較於山東跟遼寧 還是傳統的蒸氣室 所以它是更加的靈活 有活力 能夠讓飛機起飛的距離更短 而且時間也能夠更短 提升整個艦載機的效率 那再第三 本身福建艦它的高性能電子系統 相較於傳統的也是比較好的 所以它的各種戰場感知能力 和電子的作戰能力 相較於過去也來得更好 那更因為它本身龐大 頓位重 所以它能夠載的這個艦型也就更多 那如果搭配上了空警600 就相較於過去山東號跟遼寧艦 它是垂直的這種直升機的 預警系統的話 當然它的感知或是預警探測能力 也就更加的強大 這個預警能力強大在哪裡呢 它是讓中國首次擁有 所謂的固定翼的預警機 它整個範圍跟深度都非常的廣 這不僅是國內跟前兩艘航空母間對比 如果跟美國來做對比的話 也是毫不遜色的 因為美國最新的福特級航母 至今也仍然沒有實現 固定翼預警機的一個彈射起飛 為啥呢 就是因為它重量太重 它沒有辦法負荷到那麼重 可是中國的福建號是能夠首次突破 所以以這個技術來看的話 那專家認為大陸的此項技術 是領先於美國至少10年的 那再來呢 空警600到底有多厲害 就加載了之後 就至少提升了整個中國航母的探測範圍 從本來的40公里 可以擴展到500公里 那麼如果跟美國最先進的相較之下 還可能高出它的100公里 那這一個範圍象徵的什麼 就是我能夠更快的更遠的搜索到探測到 你對我的攻擊或是你的各種的行動 所以這對於戰場上的作戰來說 提升的效率以及能起到的作用 都是非常關鍵 比美軍預警還要來得更加的快速以及有效率 所以在綜合作戰能力上面的話 那當然福建艦搭配上了之後 是如虎添翼 比過去的山東跟遼寧當然是強的太多 好 我們持續來關心 那中共解放軍目前在台海附近的一個動態 台灣的部分因為漢光演習 在7月22號這天登場 那國防部也罕見的公佈了這次共軍的最新動態 包括說解放軍罕見的在漢光演習前 透過一架無人機 他做了一個四面完整繞行台灣 那張延廷將軍他也研判 這個無人機可能是這款叫做TP001的 雙尾歇無人機偵測漢光演習裡面 的兵力部署 另外共軍還有準備了哪一些 包括兩艘的072型的大型登陸艦 也從今年6月其實下旬開始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在花東外海 還懷到現在 另外還有大陸的科考船 加根號出現 同樣是在東部的海域 漢光演習台灣方面 主要針對共軍封鎖台灣來特別做演習 包括練習這些境外的物資來接轉等等 不過同時間剛剛我們看到這麼多 共軍的動作 包括有中共072科研船 徘徊花東 還有無人機四面繞台灣等等 是要在漢光演習這個時候 也摸清楚台灣的兵力部署 跟整個突破封鎖的戰術嗎 有沒有老師怎麼解讀共軍的動作 我覺得我們現在其實正在進行的 這個漢光40號的演習 在賴清德政府上台之後 其實在軍事的一些動作上跟準備上 都比較有針對性 那對岸的一些在台海水域的常態執法行為 也有一些針對性 那這種針對性也就是說 針對可能發生衝突的一些準備演練 或者是探測 那雙方都有這樣子的一種動作 那大陸這邊當然是最明顯的 一直延續就是軍機的四面落台 然後跨越中線 以及在水面上 從京夏水域到台灣這邊的水域的接近 甚至執法取締等等之類 對 最近比較好的消息是這一兩天 就是京夏之間他們簽的一個這個協議 就是要解決214撞船事件 我們要等待他們具體的內容看後續的發展 可是在上這個漢光40號演習當中 我們看到就是大陸這裡的這個叫做雙尾歇無人機 對 它其實長得像傳統的飛機 不過這是一個非常大型的這個無人機 大概有長達10公尺 然後機高大概有3.3米 然後那個雙翼展開可以達20米 那所以它是一個比較大型的無人機 在2017年就已經發展出來 那個時候其實還沒有做軍事的用途 在做一些緊急物資的運送 看到的是大概在去年年中的時候 解放軍把它作為比較軍事化的使用 可以偵測甚至可以攻擊 它可以掛就是導彈然後製導飛彈 甚至一些電子戰的這些吊艙 那當然做一些偵測 在兩個禮拜前的時候 我看到新聞的報導 在7月初的時候 它第一次 我不確定是不是第一次 但是報導裡面提到 它從台灣的南端巴塞海峽飛 然後到了就是花蓮這邊 然後又返回照原來的路 等於是繞了台灣半圈 那這一次呢 漢光演習的過程當中 等於是繞了一圈 上一次的時候是兩架同行 而且在不同的這個就是空城 進行就是所謂飛行測試 那這一次很顯然 上一次是一種測試 這一次它就繞了一圈 也就很清楚的 這一方面當然也是在針對 我們的漢光演習 可能在做一些資料 或者是這個偵查 另外一方面當然也是一種展示 也就是說在這過程當中 因為它不只是偵查在用 它其實真打一體的 所以我是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看到雙方在軍事上的這種情況 有在提升準備的趨勢 但是目前還基本上是以 演練準備偵查這方面作為主軸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 這個最新的軍戰機的一個發展 第六代戰機 我們來看到的是 美國的國防新聞週刊的報導說 中國研發的第六代戰機呢 原型機最早呢 會在2028年準備就緒 那麼中國的航空工業集團的 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總設計師 他叫做王海峰也曾經表示過 我正在研究一種到了2035年 都可以保衛海空的一個戰鬥機 另外呢 來自香港南華早報的報導說 中國大陸第六代戰機 在這個左右兩側的這個機翼上 都能夠各攜帶一架外型和本體 是相似的無人隱形機 做到母機帶著紙機來做飛行 那兩台隱形機呢 在飛行當中呢 就會放出協助來作戰 一分為三 好 我們現在來看到 第六代戰機2028說 能夠準備登場嗎 中國大陸目前在前置的無人機科技 跟AI上面的發展已經足夠 看起來是成熟嗎 委員怎麼看 當然喔 就是無人機的科技 如果中國大陸講第二 大概全世界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做第一了 光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大疆無人機 在全球的這個無人機市場裡頭的份額 就佔得相當的持重 前一段時間看到了美國國會說 因為大疆無人機可能涉及國家安全 所以禁止美國的一些這個公務機構 去採購大疆無人機 你知道後來就引發了這個美國的警政系統的反彈 因為美國的警察都是用大疆無人機 去做這個治安維繫的工作的 所以當媒體去訪問這些警察的時候 警察就說大疆無人機又便宜又好用 如果你不讓我們買大疆無人機 我們的預算根本買不起其他的無人機 而且其他的無人機的這個效果也功能也沒有那麼好 那你更不要講說中國大陸的大疆無人機 從原本的這個娛樂到商用到軍用 到現在我剛才提到的叫低空經濟 各位知道低空經濟是什麼嗎 低空經濟講的就是無人機的技術 就無人機在低空來進行所謂的這個物流的傳遞 然後無人機在低空所進行的其他的商業行為 我昨天看到的這個更誇張的新聞是 這個無人機已經可以裝在這個電動車上 所以這輛車是隨時可以飛起來的 然後又隨時可以降下來 那未來如果連這輛車都有了 這個那又是另外一個這個景象跟境界的出現了 這個低空經濟就已經到了一個令人 這個覺得瞠目結舌 令人相當敬佩的狀態了 那麼這是中國大陸的無人機科技 那你如果講到人工智慧更不要說了 因為我自己在研究所教人工智慧 所以在人工智慧的這個領域裡頭 如果中國大陸這個在全世界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他至少可以跟美國排在一二名 美國可能第一名 中國大陸大概排在第二名 他們中間唯一的差別只是在於 美國花了很大的力氣 花了很大的算力去對於這個大模型進行建立 跟進行這個訓練 但是中國大陸之所以厲害的地方 是他在全面把AI 把人工智慧應用在各個產業面上 所以你看到美國的人工智慧發展 他們強調的是研究的成果 看到中國大陸的人工智慧的大模型 他們強調的是我們是做事的 我們不是做師的 我們是來解決問題的 所以他們強調的是 人工智慧的這些大模型 能不能夠應用在各行各業 我只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 我今年四月才剛出了一本 人工智慧的書 我正在寫第二本 那第二本的時候 我就寫到現在最新的發展 我們叫做 人工智慧領域叫做多模太大模型 那寫到多模太大模型的時候 我就想說好介紹一下全世界的多模太大模型吧 我就介紹了美國的CHED GPT4O 這是OpenAI發展出來的 介紹了Gemini的1.5 這是Google發展出來的 介紹了這個Chameleon 這是Meta發展出來的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法國發展出來的 叫做Moshi 這樣總共就是四個了 於是我就想說好 我來開始介紹一下中國大陸的多模太大模型 所以你知道嗎 我查了一下資料 你知道它有多少個 它有五十個啊 就是我原本是一個一個介紹的 我介紹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實在沒有辦法五十個多介紹 我只能挑五個來介紹 然後把五個併在一起 所以從這點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人工智慧領域裡頭 中國大陸的發展已經相當驚人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用盡一切辦法 都要阻止黃仁勳 把這個GPU的晶片賣到中國大陸 就是因為它已經體會跟理解到 如果你在讓中國大陸的人工智慧 所以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中國大陸在人工智慧領域的應用層面 極有可能超過美國 我再舉最後一個例子 大家現在講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厲害 可是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現在不算什麼 它現在發展叫做智能電動車 還不要加上我剛才說的那個會飛的 所謂的智能電動車 它可以做到那個車裡頭沒有任何一個案件 就你要窗戶打開 你只要指的那個窗戶 說把窗戶打開 這個車子就會幫你把窗戶打開來 它還會問你說要全開還是半開啊 然後呢 這個智能車已經做到這種地步了 大家就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智能車 電動車 再加上低空經濟 中國大陸在這個無人機科技跟人工智慧領域的發展 當然足夠成熟 好 我們持續聊 剛剛特別承接繼續聊這個無人機 跟這個中國大陸的第六代戰機 現在跟美國的部分來做一個PK 美國的部分是中程療機計劃 著重在無人機進行低成本 然後可消耗式打擊 那中國大陸的第六代戰機 剛剛已經講過了 搭配是旁邊會有無人機 一起來協同作戰 哪一個更符合未來的空戰需求 紀文哥 其實這是不相違背的 我認為它會並行 一起來發展 當然這是需要大量的資金 還有相關的技術支撐才能弄得出來 但美國現在限於說它資源分配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很簡單 美國把這個攤子鋪得太大 入海空軍其實都需要錢 也因此讓它在發展上面臨很多抉擇 而且從過去來 中美兩國接觸的這些無人體系的作戰 其實很明顯呈現一個特色 就是有人和無人的一個結合 也就是藉由有人操作的第六代機 然後搭配它配套的所謂的中程療機 而這個中程療機它的目的是什麼 它就是進行一些危險 然後可消耗的一些任務 也就是中程療機被打下來 但母雞仍然安全 就是用於確保它整體的持續性的作戰效果 當然未來到底要怎麼樣 進行一個優化它的發展 我認為目前整個概念 僅止於可能初期或者比較早期的階段 未來隨著技術進一步優化 我認為還會進一步呈現 不同的面貌和科技的抉擇 它就像無人機一樣 大家認為無人機是未來作戰的一個重要趨勢 十年前大家就有這樣認為 但沒想到俄乌戰爭所呈現的無人機發展 又呈現一個不同的面貌 特別是這種低成本可持續消耗 這種低小慢的無人機 居然在前線步兵作戰能發揮那麼大的效果 昔日的陸戰之王坦克戰車 其實被這種自殺無人機 或FPV這種無人機打的 不敢單獨出來 失去了昔日所謂陸葬之王的這種角色 正顯示了這個裝備發展 你可以提出一些願景 但實際上藉由戰爭的檢驗 你會必須要進行一些修正 而且這些修正 勢必是一個滾動式的修正 也因此第六代戰機我認為 目前所提出的一個發展方向 僅使是一個概要 但未來如何豐富它 會且戰且走持續進行 好 第六代戰機它的技術上面 會不斷地進行增進 那我們來看最主要是它有個問題 就是太貴了 因為現在打造一架次世代的價格 可以買三架F35 那F35一架的造價是1億美元 非常非常的貴 上次哥如何看 這個軍工產業的部分 美國 其實剛剛就已經講很完整了 其實我想第六代戰機 我想對於所有軍事米爆 軍事專家來講 哇 新一代這個集體的夢幻 什麼都換掉了 哇 都變得很厲害 多好啊 但問題是錢啊 特別是現在不太一樣 現在全世界其實對美國來說 它所面對的不只是自己內捲 要把自己軍事不斷地升級 不是的 它們面對現在全世界的佈局 包括烏克蘭戰爭 包括以哈 包括亞太 所以實質上花錢的東西 人力物力 花的真的是難以想像 因此你真正要投注在研發當中 所以換代變得很困難 但第六代當中 鎖定的作為2030年 原先設定的是 能夠取代F22的部分 整體的機群 能夠改變 剛剛講有人跟無人的搭配 這個本身其實要涉及的有非常多 想也知道有太多技術性的問題 這裡頭無論操控系統 航空器 乃具 這裡頭還有武器 技術 特別像這個時代 有一個最可怕的 就是航派啊 你真要跟衛星連來連去 哪一個東西 軟體硬體 晶片 零件的部分的開發 不是錢呢 所以很難啦 做一個新一代部分 你要繼續的推進 而且確定你這個第六代 當山空軍這個部分 你這個物資 投資是對的嗎 你比自己 你去換掉這個東西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